歡迎來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燦爛時光節目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還有所謂的公民行動 營紀錄資料庫聯合製播的節目 燦爛時光會客室在每個禮拜天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頻道會來直播 到了9點半之後在公庫 以及燦爛時光的網站上面也都可以看得到 今天我們節目要跟大家談一個話題 基本上來講延續前幾週 我們從318的運動 從反核運動開始在談 台灣社會整個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這幾天 很多人會覺得說台灣社會 好像這個運動越來越激化 然後這個運動是不是會造成 更多人的這種不便 所以在網路上面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人在講說 我可以尊重你的反核的意見 我也覺得你可以去表達反核的意見 但是你不要去妨礙交通 不要製造社會的混亂 混亂真的不好嗎 有社會的衝突真的是不好嗎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是五一勞動節 五一勞動節其實在很多國家 特別是我們不斷地稱讚的韓國 他們在過去的勞工運動 其實是非常非常蓬勃 整個政治民主化運動也非常蓬勃 發展到現在我們覺得 好像是一個非常進步的國家 到底衝突跟進步之間是不是有必然的衝突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北部安公司主任 蔡忠越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忠越你好 館長師好 還有現場可以在線上收看的朋友大家好 忠越我想我一開始可能請教你一個問題 因為我前幾天在課堂上面 我們在跟同學討論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比較開放式的討論 有一個同學說 我覺得台灣這個社會讓我覺得很不安 特別是他看到佔領中校西路 或者是佔領天橋 或者是路過中正義 一連串的路過的行動 讓他覺得很不安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作為一個運動者 作為一個行動者 你怎麼去看待民眾 他們所產生的這種所謂的不安的感覺呢 其實坦白說我也覺得很不安 我覺得其實因為這一波的行動 大概都跟 都會目標都是指指這些目前在台灣掌握有權力的人 也就是整個包含總統府到行政院 立法院這些擁有權力的人 那最大的狀況大概就是 他們想的東西跟民間所有的民意想的東西有很大的落差 也使得必須 那在現有的管道下 所謂體制內的方法 不管是在立法院 或者是在行政部門的一些陳情 或者是遊說 或者是這種比較 我們在合法的範圍內所做的一些行動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辦法獲得正式的時候 他有點迫使得人民必須要去做更多 更進一步的動作 來讓 他不只是要讓社會大動關心 也要讓這個掌權者知道 確實有更多的可能跟更多的空間 所以坦白說 連我們在做實際上在第一線在工作的人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身體很疲憊 但是你也會知道說 你必須要多做一些什麼東西 因為所有事情好像都非常的急迫 逼得我們必須要使用不同的方式 來讓這個社會還有讓這些掌權者 我相信這一波的運動大概都會直指 這些擁有權力的就是馬英九政府 包含了江一花院長 或是立法院的所有的立法委員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基本上過去有時候在做社會運動的目標 其實很多是希望可以耕耘整個公民社會 讓更多的公民可以了解到這個議題 可是坦白說 譬如說最近這個核四的議題 其實全台灣就是七成的反核 但是執政者始終他的做法 跟他的想法就是跟民間不一樣 所以不使得必須大家用更一些更激烈的手段 來使得這些政府必須要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可是你的回答 其實我的同學也提出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其實會更進步的問說 這個台灣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嗎 這個民主的社會不是應該有一些民主的機制 可以來去解決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 為什麼就像你說 你可以再更具體的告訴我們 或是回答這個社會上的民眾說 那到底台灣目前的這個所謂的民主機制 包括議會政治 包括其他的這種所謂的政治的這種管道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這個執政者他不去聽民眾的意見 或是民眾的意見 他沒有辦法透過一個合法的正常的管道來表達呢 其實我講更清楚一點 我覺得現有的台灣民主政治 還沒有辦法真的代表民意意見 就是我認為它其實接近假民主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譬如說3月30號有50萬人上街 反對服貌 反對黑箱的服貌 可是你其實找不到在立法院的代議室裡面 有哪一個人可以代表這50萬人的 在現有的代議制度底下 又或者是核四的議題 那核四的議題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這兩年 尤其福島核災之後 其實全台灣做民意調查 大概不同的時間點做 尤其在政府他不斷的用一些新的宣傳方式 縱使在做完民調之後 他們在電影院裡面買廣告 在報紙上買廣告 用政府的經費直接來宣傳說 台灣沒有核能不行 但縱使在這樣的情況下 拼了一年多 政府拼了一年多 所有反對核四的民調 大概也都平均落在六成到七成之間 但是他們始終還是用一個執意來做 他們想要做事情的方法 所以在現有的代議政治的體制底下 確實他們跟民間直接要表達的民意上面 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併法院已經沒有辦法代理現有的群眾 要做出他的訴求 所以我認為其實是民主體制 它確實出了一些問題 也使得大家必須要嘗試 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訴求 並且希望可以讓這個訴求 直接獲得一個達成 所以我會認為其實在現有 台灣確實是民主的 我們有投票權 但是到底誰是我們的代議士 很顯然是代議士目前的制度是有問題的 我再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在這一波反核的行動當中 其實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在上週五的院會 沒有獲得他們的成果的時候 他們選擇了到凱道前面來做靜坐 那國民黨就先不用講了 他們顯然就是跟民意違背的 他們的方向都只有黨意不見民意 有在過去反核的運動當中 我們就不斷地強調 那民進黨呢 民進黨它確實是反核的 可是它並沒有辦法直接 跟所謂的反核的公民社會做連結 我剛剛講的例子是 他們選擇到凱道靜坐 那坦白說 一個台灣最大的在野黨的這些代議士 今天已經選擇用街頭的路線 來對抗這個體制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要感動很多的它的支持者 但實際上他們到了凱道靜坐之後 其實都只有 立法委員跟助理在那邊一起靜坐 他們沒有辦法感動任何 可能跟他們這件事情立場上面一樣的人 所以整個公民社會對於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選擇回到了街頭這件事情 大家沒有任何的感動 就是因為我們對現有的代議政治 確實已經非常的失望了 那為什麼他們選擇去 他們四十幾個立委 不能翻去凱道前面靜坐 帶來的大概就是了不起 最多就是一百的人潮 可是為什麼民間團體說我們要上街之後 甚至我們要上街佔領中校西路 這麼樣很顯然就是挑戰體制的方式 還是會有五萬人一起上街 所以顯然的是這些代議的程度 其實沒有辦法代理現有的民意跟民怨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現在的建築基本上是 用立法院當成一個最高的民意機關 可是這些民意機關完全跟民間的意見是相反的 譬如說民進黨其實心裡面是想要簽服帽的 但是他只是對現有的福帽有一些不認同 但是他們跟所有的這些學運 或者是太陽花運動的這一批的年輕人 沒有辦法做結合 因為反核運動他們在這幾年當中 確實也失去了他們這種自己以前扮演的角色 所以可以看到到連在野黨 我必須很直接的指出 就是執政黨本來就已經默示民意了 這件事情大家顯而易見 我們對他們沒有期待 可是連在野黨他們能代表民意的空間 也越來越狹小的時候 就代表說其實我們現有的民意跟現有的政治制度之間是有落差的 跟民主制度是有落差的 所以迫不得已使得人民不斷的要上街頭 甚至要用一些可能挑戰現有制度的方式來表達訴求 我覺得待會我們再進步再來談這個有關在野黨他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在台灣的社會運動當中怎麼跟政治運動 所謂某種程度的這種所謂的結合 甚至是取代現有的政治運動的這些所謂的角色 不過我想再回到我們剛剛談的這個話題 就是沒有錯我們必須要取得 我們可能必須要在體制外再去找到一些工作 可是還是有人會指有 我還是要回到我們剛剛原本最早談的這個題目上面 還是有人會指說 那你們就在一個廣場裡面就好了 你們在海盜上面就好了嗎 為什麼要去到處的流川 甚至包圍中正一 然後甚至要去癱瘓捷運呢 那很多人他下班上班都造成很大的困擾 那這我也跟你們一樣反合 那他們就會說我跟你們一樣反合 那為什麼你要造成我們這麼大的困擾呢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這一波我們看到很多公民不服從的行動 坦白說就中正一這件事情 或者是我們最近在昨天看到中校東路 跟林森南路的這個癱瘓的行動 這件事情你完全找不到帶頭的人是誰 連我們都找不到 那代表說其實他其實就是一個網路上面發動 然後就有人自然而然去響 而這些人開始也做好了一些心理準備說 這些行動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但是大家還是會願意做 在我們過去其實常會笑說網路是那個萬人萬人按讚 可是一人成家而已 可是現在剛好下其實已經做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調整了 就是其實越來越多人敢挑戰體制 但是這些其實並不是一個有組織性的行動 那這些沒有組織性的行動其實某種程度相對來講 就連有人想要來帶領 或者是希望可以把這些民眾來疏散 其實都非常非常困難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會認為其實在每一個公民社會的民怨 累積到一個程度 那又或者是比較有組織性 就譬如說我們在佔領中校西路 就是台北市在禮拜天前面這個行動當中 我們確實會身為一個運動的發動者 我們確實有責任把所有我們為什麼要發動 跟發動之後會帶來的一些結果說清楚 所以我們其實在禮拜六的時候就已經先預告說 我們在禮拜天會做這個彈領的行動 因為就是因為掌權者他不願意來回應 而且我們也先跟市民朋友道歉說 這個行動一定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所以如果有緊急醫療 或者是你緊急的需求的話 請那天開始就避開中校西路 那同時我們也把所有的問題會直指說 這就是因為掌權者他們認為 他們可以掌控一切的事情完全漠視民意 所以我們確實要嘗試的奪回我們自己的一些權利 要求政府必須要做立即的回應 那我覺得他的行動上面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如果是一個有組織性的行動 相對會有所謂的 現場會有一些工作人員 而且會協助這個活動最後的結束 所以像其實當天有一些驅離的狀況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所有的幹部們 還有所有的 其實有人說像指揮 可是所有的工作人員其實都是留在現場 一直跟所有的群眾陪伴到最後一刻 回到了凱道這邊 那這個是有組織的行動 確實他的 行動的訴求跟方向會比較輕輕一些這樣子 但這些沒有組織的行動某種程度也代表了 其實所有的民怨一直一直不斷地在翻滾 不斷地在高漲 那政府必須 政府的責任他應該要給大家一個所謂安定的社會 他不能讓這些民怨不斷不斷地發生 那民眾會有這些情緒坦白說就是因為他們的不作為 逼迫的大家必須得用更激進的手段 而且這些手段也越來越多人會響應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非常大部分 以前會有一兩個人說 我們又要去做一些什麼特別的行動 可是現在有越來越多人願意響應跟參加 就代表說其實大家對於政府的信心已經低到了一個 可能會對於整個馬英九的統治的正當性 已經到了一個非常不信任的地步 我覺得這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 基本上來講我們可以看到會有 特別是剛剛中越提到說 過去是這個萬能案在無人到場 或是甚至只有一人到場的狀況之下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自發性 而這些所謂自發性的群眾 他其實也不見得會去理會 剛剛提到的這些有組織的這些社會運動的團體 那這意味著什麼呢 這意味著其實這些人恐怕過去對政治可能是冷漠 或是對這個社會可能是沒有任何的感覺 或說過去他們雖然有感覺 但是他們不願意去採取這麼激烈的行動 那為什麼要採取這些系統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執政者他必須要去思考的 當然我們在面對這種所謂激烈的衝突的時候 或許會對很多人造成不便 可是我還是要講 在不管是在韓國的經驗 或是台灣的民主化的經驗當中 透過這樣的一個激烈的行動 或是透過佔領的行動 其實讓台灣的社會其實是更往前一步 就好像在20多年前的 這個所謂的佔領忠孝悉度的 這樣的一個例子其實就已經出現了 可是當時去促成了這個現在的 總統的直選的這個結果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過頭來 再來請教中越 就是我們一方面要去看 這樣的一個這一波的運動 該如何的發展 那這個運動如何去轉換到 一個政治上面的行動 我們待會再請中越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希望這次的比賽在各位大力的幫忙之下 能夠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把他們心裡的這些想法 行註於文字 讓我們這次的活動能夠更豐富 第一階的移民工文學獎 在國內是真的是創舉 更多的優秀的這個文學 這個新移民的文學能夠 來展現讓國內能夠看得見 我們希望這個文學獎是 進入台灣的文學史 非常期待這樣的一個文學獎 他可以一直保持著 他的這樣的一個一直性 既是條件很有限 可是他又要不斷的拚命 創造新的條件 參選資格就是在台灣 曾經在台灣 或者現在在台灣的新移民的移工 讓他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 同時也能夠和諧的 在台灣的這段時間能夠相處 我們希望他們用理由創作 讓他們有一個舞台 可以把他們的生命故事講出來 希望台灣文學可以更豐富 把空氣也積作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廣東想燦爛時光是由燦爛時光節目 公視新聞議題P&N 以及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所謂的音頻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在每個禮拜五的 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的網站會進行直播 之後也會在公庫以及燦爛時光的網站上面來播出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地球公民基金會北部辦公室的主任蔡忠岳 忠岳你好 主持人還有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我們已經談到 在台灣最近這一陣子 差不多一個多月以來 整個社會裡面所進行的公民不服從 我相信很多人對公民服服從 雖然我們的高中課本已經在教這個概念了 可是怎麼去實行怎麼去做 或是公民不服從可能帶來的 任何的後果 也許有些人他是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請忠岳 從一個運動者的角度來跟大家分析分享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不過坦白講 從318開始 一直到凱道的 所謂的靜坐到 反核的這樣的一個 佔領行政院 包括在今天 5月1號也有 所謂的勞工的遊行 這一連串的動員 其實 我說真的啦 我們其實有 中正大學很多學生 他其實都沒有回來上課 上課我覺得這其實也蠻好的 因為我常在講說在校外學到的東西通常會比課堂還要多 那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可是事實上很多同學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其實好累 這個長期的社會動員下來 雖然他看到一種社會力量的展現 可是他會不會也是一種社會能量的消耗呢 坦白說這樣一個疲憊的感覺 連我們自己在工作的上面 這樣連續高強度的 這樣社會抗爭的行動 確實是我自己 在大概這六七年之間沒有經歷過的 一個非常特殊的時刻 那我把這個問題丟給 之前我們在跟 林毅雄先生 他之前在禁食行動之前有聊一下 他的一些想法 當時 韓服貿尋運動告一個段落 那林先生的禁食行動要開始 那開始了之後他發動 我們就去問他說 林先生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台灣的公民社會現在好累喔 因為 整個318的 這個太陽化的運動大概持續了20來天 那整個社會都緊繃在那個東西 我會得到一個舒緩然後今天林先生的禁食行動 他已經是宣布開始的時候我們去找好談 又已經宣布要開始了 社會又陷入一個很緊繃的狀況 那該怎麼辦呢 但他說的一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其實 他是老人家的口氣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年輕人台灣的社會 趁這個時候要一次的 想辦法給他病鬼來 那慢慢的這個東西 我們確實不能再等待一些什麼東西 或是有什麼太多的喘息的機會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那個改革的速度 是逼著我們必須要更多的努力 那他都那樣講 我們坦白說 就是好吧 林先生的禁食行動 我們盡可能 大家用自己的方式來聲援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所以我會認為 確實 整個社會可能會有一些疲憊 或者是無力 但這個 狀況確實是我連我們自己的這些工作者 非常 從來還沒有經歷過的 但我也覺得其實台灣社會的這個底線 應該要不斷的被挑戰 就像其實我剛剛講就是我們在這個佔領中效系路的構成當中 其實 反正預期沒有這麼多人會來一起佔領 因為你是一個先預告 而且大家一定知道這就是一個違法的行動 那可是為什麼還是有到大概三到五萬人來參與 我們就認為這個是 在過去的行動當中 它的底線不斷不斷被撐開 那這個參開也或許是譬如說之前官場工人的握鬼的抗議 這個其實當時有非常多人在做一些批判 可是也有更多的人去做一些論述說 這樣的一個行動確實是大家逼不得已 所以要走上這條路的 那所以就跟這個我們在領中下系路的行動 也是一樣的 就是它其實大家會覺得說它有一個 鋪陳的過程 就是這麼一兩年來 這個反和的遊行 人越來越多 二十幾萬人大於天東 還有八萬人在台北的街頭不斷的走 可是你得到政府回應還是一貫的 沒有核安沒有核電 就是它的東西很跳針式的回應的時候 其實確實在所有的參與者 這些無力它反而使得大家必須有更激進的一些行動產生 所以我覺得其實雖然我們看到的是一些疲憊或者是一些批判 可是它不斷的挑戰的是台灣社會對於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或是對於社會運動的底線是什麼東西 那我認為其實是要不斷有人去做一些挑戰 那這個挑戰你本來可以接受到這個程度而已 可是被撐開來之後 確實要經過一些批判 一些內部的一些論述 來挑戰說這樣的行動是不是合理的 可不可以接受的 可是當有一個這樣的行動是 其實大家可以被撐開更多更多的行動 就像佔領立法院 絕對不是一個 你一般來講說我們佔領 它很難 社會很難接受 你佔領一個公家機關 而且是打破玻璃 衝進去二十幾天 你去佔領了一個中校席路 這麼樣一個交通要道 那社會能不能接受 其實這個東西是不斷不斷應該被撐開跟挑戰的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就是過去台灣的民主運動 確實就跟這些不斷的挑戰威權體制有關係 又或者看到國外的社會運動 他們的運動的過程當中確實整個行動 他們會覺得台灣人站一個路算什麼東西 他們會覺得這個東西還是站非常理性和平 他們會覺得這個東西可能不算什麼東西 可是在台灣的這種華人儒教的社會當中 確實有更多可能被撐開的空間 所以我會認為其實這一波的所謂的運動 確實會讓可能社會覺得疲憊無力 但是我認為它背後可能更深層意義 就回過頭來用歷史的角度回過來看 這一兩個月共同一起發生的一些事情 跟一起做的一些挑戰 我會認為大家應該會整個 會覺得台灣的這個運動 或是公民運動的氣氛 有不斷不斷被撐開 大家可以接受更多的空間和更多陳情的方式 來要求執政的必須要做一些回應 中藝其實比較從一個樂觀的角度 在看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作為社會運動他本來就要去試探 某種社會裡頭的底線 或說透過某種示範作用告訴大家 說我們其實做這種 讓你不方便的情形 其實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傷害 其實我們必須要慢慢去接受 或者是容忍 就是所謂的一種比較撐開底線的做法 讓整個社會的對話的空間 它是可以整個被撐大的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也看到 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他還是依然冷漠 但是也許我們先不管這些依然冷漠的這些人 因為他們本來就有他自己的價值 或是他的 立場 這也是在民主社會必然的正常現象 可是回到的是我們的政府裡面 你會看到 他不是一個 讓你撐開 他回答就像你剛剛談到跳針 或是回答一些模擬兩可 視視而非的答案 什麼停工停建 很多人他是聽不懂的 但是更糟的是什麼 就是例如說 323開始去驅離記者 427晚上也去驅離記者 那在過去的社會運動綱徵 甚至在戒嚴都不進來會有 這樣的一種事情發生 可是這次發生了 前兩天內政部長也說 對這些所謂的 像蔡定慧教授這些人他必須要求處重刑 內政部部長又不是司法體系的人 他憑什麼說這樣的話 可是他居然可以講這樣的一種 話語 這顯然的 這個社會開始 特別是這些有權力的人 這些執政者在反錯 這些執政者在重新回歸到更保守 你不擔心這樣的一個問題發生嗎 我認為其實 他們的越保守 或是越來反錯 用這些強硬的手段來強 做一些去 確實可能可以獲得他們一些基本認同 他們政府的一些支持 可是我覺得其實台灣的公民社會 我們不要太小看公民 其實大家會來思考說 當他們使用這麼樣一個粗暴的手段 來面對不管是面對 所謂的媒體權 媒體新聞自由的問題 或是面對所有這些所謂參與公民行動 坦白說 你看電視就知道 這些人覺得他們好亂喔 可是你不會覺得他們是壞的 因為壞人坦白說 不會這樣明著 宣告說他們要做一些什麼樣的行動 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其實我覺得 給社會一些時間 大家可以思考說 到底 他們用這些強硬的手段 會有什麼樣的 不好的方式 前幾天 郝市長說 我們所有佔領的行動者 就像劫機犯 對 我坦白說 我也覺得 甚至他這個劫機犯的邏輯 如果我們真的是劫機犯的話 其實機上的乘客 是有七成是反對核死的 可是他那些開飛機的人 卻是想要把我們帶像一條 叫做死亡航班的 要開往核電廠的路線 所以縱使我們是劫機犯 我們也是在引導 已經迷失的馬航 我們希望讓 台灣的公民社會 跟 大部分機上面乘客的意見 應該要被採納 往我們的方向 飛過去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當政府越用一些強硬的手段 或是一些詞語 在做一些 對於這些運動的一些 批判跟攻擊的時候 我其實還是很樂觀的 相信 其實台灣的公民社會 會有能力來寢思 這些話語 敗後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其實我更坦白的說 我覺得他們越強硬 其實孟室都在助長公民社會 更加的茁壯 我想的確是這樣子 當他強硬的時候 社會的反抗力 他其實是越強 因為 我們會發現 為什麼這個政府 我們透過這麼 這樣一種 不管是你認為和平 或是激烈的方式 他還是不去聽民眾的意見 這讓他覺得說 我們常常看到一張 馬總統的照片 就是他旁邊的耳朵遮起來 彷彿是要去傾聽民意 可是這張圖已經變成 是一個非常大的笑話了 回到剛剛我們一開始 曾經談過的問題 就是 中原提到說 現在的整個政治部門 跟社會部門 其實某種程度 是一個很大的斷裂 這個斷裂包括 在野黨 在這個事情上面 他只能夠 去做在 凱套上面 或是說在服貿的議題上面 他其實 頂多只是在 程序上面不滿意 可是在實質上面他並不見得有太大的 這種反對的意見 要不然其實不會走到在 張慶忠那條路 所以我覺得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地方 那怎麼辦呢 這個社會部門永遠在這個政治的外頭嗎 就是永遠透過外頭的這個壓力 這個透過遊說也好 或是透過 公民不服從也好 或是透過正常的這種所謂的 遊行請願也好 只能夠這樣子嗎 他沒有辦法用更積極的方式 或是其他方式 進入到政治部門裡面 讓整個台灣的政治的運動 或是政治的這種所謂的結構上面 產生一些些微的改變嗎 其實 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在長期以來 從社會運動的時候 就大概分兩種不同的路線 一種是誤會路線 就是你進到了政治部門 去做一些 挑戰或者是改變 或是整個行政體系裡面去 另外一種就是街頭路線 你持續在街頭做一些耕耘跟努力 我覺得其實我的經歷沒有那麼多 可是我覺得其實在民進黨執政的這八年期間 確實把台灣在街頭路線的這些社會運動者 一起納入了政府體系 然後嘗試做一些改變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最後改革的結果 基本上就是街頭不見了 但是政府並沒有做任何好的方向的一些轉變 所以其實 他重新 大概從2008年開始 當共產黨又重新獲得政權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街頭路線慢慢的又在回溫 然後一直到今年 其實某種程度我們覺得它是一種極大層 而且也顯然是跟過去民進黨的路線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不斷有人在討論說 那到底如何把這些社會利益轉成政治利益 把社會的議程帶到政治的議程裡面來 其實有很多 在做一些公民運動的朋友都不斷的在提到 而且也都開始做一些組織 但是我想其實在這些組織過程上 確實我們自己都有參與一些討論跟想像 那 我必須說我覺得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 新的這些組織者要從事把社會議題帶到政治議程的過程當中 覺得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我們要對於 整體 代議制度的形思 要不要放棄街頭路線 這個東西要做非常好的連結 你能不能把所謂的街頭路線的東西 跟政治這件事情是連結在一起的 你可能或許永遠沒有辦法獲得所謂的政權 但你始終就代表這些街頭運動的一些 參與者或者這些公民不服從的朋友們 有志要將所有的社會力帶向政治力的一些朋友必須要認真思考的 那確實也有人提到說他覺得根本不應該進到議會路線 還是應該從事 從事街頭路線的組織 還有一些耕耘 我相信其實 不同的想像在目前的社運部門裡面有很多的討論 那你很難說最後大家有一個一定的共識 往同樣一個方向發展 因為社運本來就是一個百花齊放 而且是多元的一個環境 我們其實本來就 應該要讓這些東西不斷的發生 那所以我覺得確實有人開始討論 就是要如何參政 有人要持續維持的街頭路線 那這樣其實對於整個社運部門的百花齊放 然後不斷的做一些組織耕耘 其實都是好事情 你要不斷的想辦法去做一些對於社會的挑戰 或者是對於社會改變的一些組織 然後嘗試的進來體制內 或是持續在體制外做一些抗爭 這都是一個 我認為其實這個發展方向其實是非常正向的 而且是值得持續去一起去耕耘 或者是一起去努力的 不過我想最後一個問題 會不會連我們進去的機會都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剛剛談那麼多次進去之後 你不要被綁架 你進去之後還是要維持的運動的路線 還是必須 不能說作為另外一個比較好的民進黨 可是會不會在現有的政治體制當中 現有的選舉制度當中 要進去的機會都很難 其實包括中院你也出來選過 其實進入到一個政治部門的難度是什麼呢 既然目前的這種所謂的選舉制度 對這些 有志向要去參與政治的這些年輕人 或者是有理想的人 他的困難又是什麼 我第一個我沒有出來選過 所以我還沒有參選的經驗 所以我不太清楚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努力 我覺得我確實這幾年一直有人在問這樣子 那我自己選擇的方向是 我覺得沒有準備好 就是台灣現有的選舉制度確實對於 所謂的社運參政或者小黨參政 有非常多的限制跟綁架 那在地方現有的東西 政治這件事情坦白說被 現有的政治人物弄髒了 他本來應該是一件 可以治理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 公共議題討論的一個工作領域 可是確實被 現有的政治制度 跟這些政治人物在地方所謂做的綁裝 然後做一些組織 地方的組織這種小的條啊咖的這些經營 跟所有的 一連串的民意代表 都是照這個模式來進行的時候 就是大家對於政治很冷漠 就是大家對於政治很失望 確實是被這些人搞髒的 所以如果你要讓這些搞髒的人繼續搞 坦白說 那政治這條路就完全的 跟我們的生活脫節了 所以我會覺得 雖然參政的門檻高 可是應該還是要有一些 好的人努力去往這個方向發展 那很多人說你要先修譬如說選霸法呀 或者是選舉制度的一些改變 但我很現實的說啦 如果這些人根本進不去的時候 這些東西根本不可能被修正 因為現有的掌權者 他們要持續捍衛他們擁有權利的機會嘛 甚至連民進黨都一樣 他不見得是鼓勵小黨 可以多元的在台灣社會中發展的 所以目前的 所有擁有權利的人 基本上被兩個大的政黨做綁架 他不讓一些小的地方有參政的機會跟空間 所以你要突破這個事情 坦白說真的是要更努力的所謂經營的基層 而且並且是確保出 你進來這個議會制度裡面之後 你不會做一些太大的職變 他有一些約束的機制 也獲得公民社會的認可 所以他其實是必須要重新經過一番的組織 一番的這些地方的一些經營之後 才有可能去獲得一些政治權利 但我認為這件事情 你要靠政治制度的改變大概不太可能 因為這些掌權者不會釋放他們的權利 所以還是循著他遊戲規則去獲得一些東西之後 再來做一些調整或改變 所以這也是很多人堅持街頭路線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同時被努力 而不是只是單一的路線而已 今天非常謝謝鍾越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你在這一段時間所參與的歷程 我相信你提到一些觀點 其實也可以去解決很多人在 目前所存在的一些焦慮感 也告訴我們在整個社會運動 未來他可以怎麼做 當我們在面對這些所謂的社會衝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害怕 因為我們要更理性的更冷靜的 去反思去思考這個衝突 到底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以及我們怎麼樣去面對這個社會的不安 或是這個所謂衝突的這種感覺 謝謝鍾越來接受我們訪問 參與時光會客是在每個禮拜天晚上 9點半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的網路會直播 然後在公庫以及參與時光節目 也會有這個後面的 這個視頻的節目來播出 謝謝鍾越謝謝 謝謝 我們下禮拜再會拜拜 我的愛會給你個擁抱 小明星期音樂 ph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